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例题 看个例题都有一些什么内容 关于这个按摩床的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内容好奇怪 按摩床 按摩床还有考题 有 我们看一看 首先我们看这条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result in a sanitized massage table A 按摩床 按摩床 protected that is the effective against bacteria B 按摩床 按摩床 protect that that is the kill group C 选项 the physical remove of dirt D 选项 the black patient of the sternization technique 有同学帮我看一看 这道题问它是什么 只认识这个消毒按摩床 好 对 以下哪一种 这个是过程哪个程序 会产生经过消毒的 按摩床 看见结果了 result 好 大致就是以下哪一种情况 消毒按摩床的 事情和消毒按摩床有关 就算只认识消毒按摩床 我们大概也能猜出来这道题 但是如果消毒按摩床都不认识 消毒不知道 这个就完蛋 好 ABCD四个选项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说的是什么 大家猜个差不多 首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 这是什么 细菌大家认识了 刚才我们说了 对吧 这是对抗细菌有效的一个办法 首先我们猜这个题说的是什么 对抗细菌 然后B选项是什么 一个有效的办法干嘛呢 tuse 杀死这个derm 这derm 也是细菌的意思 并菌 一个口头用语 大家不认识的可以把它稍微记一记 像这种能够代替这个 细菌的 我们互相可以互换的 有可能会用到 考试的时候有可能会出这些题 有点 有点啊 好 也有点像gim in germ 这是 并菌 和它可以等同互换 和这个 bacteria可以等同互换 一个是 抗细菌 对细菌 对细菌有效 一个是杀灭细菌 C呢 用物理的办法干嘛呀 我们说这个生理和物理差不多啊 ph一看到这个 不是生理就物理 好 remote 移除掉 最后这个字是什么 dirt 哎 就是脏嘛 人家说dirty都知道 这dirt就是脏 那污垢 平时口语说dirty 大家说的都朗朗上口啊 这个时候不认识了啊 DIRT 一看到DIRT 这就是脏 啊 污垢 物理去除污垢 最后一个呢 是使用一个什么技术啊 灭菌技术 啊 灭菌技术 好 在这四个选项当中 大家想一想 哪一个 更接近于我们平时消毒按摩床的一个目的 这道题呢 在这个 提供当中啊 给你的这个答案 是A选项 啊 是对细菌有效的一个 产品啊 使用对细菌有效 就是对杀菌有效 没有用这个对Q的这个 germ 病菌 啊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个B选项啊 这杀死病菌比较好 啊 但是呢 既然给 提供当中给了这个答案了 我们就先记这个答案啊 如果出现类似的 有 对吸菌有效的 和这个杀病菌的 我们选这个 对吸菌有效 为什么不选这个 这个取出这个污垢的 啊 因为这个取出污垢不等于来 杀菌 啊 不等于这个消毒 最后这一个啊 叫做灭菌技术 这个灭菌技术啊 是整体的一个 医疗体系当中的一个使用方法 并不是我们一用的啊 所以没做这种选项 对于这个 按摩床的杀菌啊 最近有一些这个题目 考试题目当中呢 会有一些说法 比如说这个床单上有血 这个属于 哪一种情况 啊 他给你的答案当中呢 有什么呀 有一些细菌污染 并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隔离啊 把他这个单独清洗也没有 啊 大家要扩充一下思路 如果要是没有 我们平时说这个床单如果要是脏了 如果要是有血迹应该怎么样 把它隔离隔离开啊 但是如果要是没有 答案当中有提到了细菌啊 我们也可以考虑 对吧 不管是有血呀 还是有其他的污渍啊 和这个细菌都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大家做题的是尤其这种专业的题 专业部分的什么清洗床单啊 怎么样消毒这个按摩床啊 大家一定要灵活的掌握啊 在基础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点的情况之下 考试大纲的这个知识范围能够了解了 不要钻牛角尖 不要钻牛角尖 一定要理解为什么 无论是我们消毒啊 我们隔离把它用bleach清洗 都是一个目的干嘛呀 杀菌 对就是对抗病毒对抗病菌 对吧 就是把这些仙菌干掉 不让它扩散传染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第二个例题 这道题就比较容易了吧 这道题就比较容易了吧 说过概念 对 便携 一个按摩床 它是干嘛呢 可以折叠和运输 非常容易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这个属于哪一种 A 叫做adjustable 可了解的 adjustable D B 是什么呀 hydraulic 这是什么呀 液压的 C呢 叫做 presources 加压的 最后一个是什么呀 折叠的 Purple 应该是哪一个呀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因为它是便携 可以折叠和运输的 所以它是便携式的按摩床 好 我们再看例题三 诶 这就是一个应用题 选项呢 A Stellies the massage table with the bleach and the alcohol B呢 就是Change new lines C Turn the lines over for the next client B Street the lines with the perfume 哪位同学说一说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题说的是什么 对 很容易 这道题说的 就是一个 按摩师来目移动他的按摩床 从他家里到 按摩店 那么A选项是什么呀 用什么消毒呀 消毒这按摩床 对 用酒精和漂白剂 bleach 和这个alcohol 来消毒这按摩床 首先大家认为这个做法是对的 从家里搬到按摩店的时候 要先消消毒 B呢 叫做Change new lines 换个新床单 人说这个有错吗 这也没错是吧 好 C呢 叫做什么呀 换一个床单 给下一个床人 把这个床单怎么样 他用了一个词 Turn the lines over 什么是Turn the lines over 首先大家都知道 这个Line is 这个Line is 床单的意思 这都没问题 诶 什么叫Turn something over 对 诶 大家注意啊 这可不是换了一个 这个是把这个床单翻个面 Turn something over 如果要是你让客人Turn over 他也是让他翻个个 原来脸朝上 现在呢 让他是脸朝下 他也能懂 所以呢 把床单换个个 这个显然 不行 这个不对 是不是 虽然很多店都这么操作 这个不言而喻 但是这是一个违规的行为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行啊 一个客人必须换一个新床 最后一个是什么呀 这女生应该认识这个词 女生都不认识这个词 不认识这个单词的 大家都要去商场转转啊 看来我们还是不够修饰自己啊 香水啊 男生不用也就算啊 女生也不认识这个词 白用了 喷香香 用这个香水啊 给这个床单喷一喷 这个行为蛮恶劣的 连换都不换了 直接喷门香水就算了 啊 虽然有一些这个老板也这么干啊 但是提醒大家 这都是违规行为 好 在这四个当中 哪一个更适合啊 这道题目 就是从家里把这个按摩床搬到店里去 大家都认为是A 对 消毒按摩床 人家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B 没有选择啊 人家说的是Mustard Table 人家说把这个床搬到按摩店里去 床本身是不带床单的 床单是你自己扑上去的 啊 人家问的是床 所以呢 题目问的是床 答案当中是给这个床消毒 是最贴切 啊 大家注意这些小细节啊 非常坏的一个出题的人啊 给你挖了个坑 床必须有床单吗 不一定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第四个 这道题应该也不困难吧 哎对 Modern 这个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基础概念 所以提到这次了 啊 电机 一个按摩床呢 被这个电机控制来调整 这个高度这个叫什么 哎 液压 液压是ABCD哪一个啊 液压 液压 一看到HYDR 这个就是液压 液压 一看到呢 把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便携式的 一看到用这个电机的 或者是Electric 都有可能啊 他有的是用这个Modern 有可能他用这个Electric 电 用电来调整这个高癌的 这都是液压 好 我们在下一个 第五个 好 谁跟我说是这道题 先说题说的是什么事啊 对 我们看关键词 对吧 看什么关键词 以下哪一项动作 这就无所谓了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tion is the best 什么什么 which of the following 什么什么the best 这个大家一看这就知道 你怎么样最好 至于他中间用action 或者用什么其他的 都无所谓 为了什么最好呢 for 为了帮助 保护这个按摩师的 bag 后背 在这个 治疗过程当中 以下哪一个 是保护我们的这个后背 如果 low bag 就是腰 好 有同学说了我们学的时候 要么是肩膀疼 要么是腰疼 没提到这后背疼啊 这个重要吗 这个不重要 反正就是保护按摩师不受伤嘛 对吧 四个选项A是什么呀 调整床的高度 A B是什么呀 B是什么意思呀 对 尽可能使这个床干嘛呀 向前倾斜 没有提床 尽可能向前倾斜 那C是什么呀 稳定 哎 他给你稍微换了一下啊 后面改成TY了啊 雌性换了一点 就不认识了啊 STAB 一看到STAB 一看到这儿 大家想这很可能稳定啊 干嘛呢 床的稳定 保持床的稳定性 靠在床上保持它稳定性 靠在床上保持它稳定性 最后一个是什么呀 调节什么东西 Boster是什么 这个词我不认识 小本子拿出来 这个词一定要认识 靠背垫 我们专门有一堂课 专门说这个靠背垫 各种靠背垫 靠背啊 垫子 调整这个垫子的高度 为什么说这个词必须要记住呢 因为它这个出现的频率也挺高的啊 很多个题目 包括这个 可人的姿势啊 包括孕妇啊 他都告诉你这个垫个垫子 你如果不认识这个玩意儿 吓一跳 考试这到底是什么呀 琢磨这个字 琢磨两分钟啊 这个不行 好 垫子 调整床的高度 尽可能的向前倾斜啊 然后呢 保持稳定 和调整这个垫子 哪一个可以 保护按摩师的腰背部 调整高度啊 首先就是调整高度 这个大家记住了啊 保证我们按摩师身体的舒适程度呢 高度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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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当中也经常会提到这个按摩床的高度的问题啊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理解好 好 我们看一下一个 第六 别吵 别吵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option to prevent low-back factors in a massage service 又来了 这问的是什么呀 哎 这后腰啊 这是什么呀 这字是什么 疲劳啊 疲劳 我们现在讲这个支持点的时候呢 就给大家扩充一下词汇量 啊 在前面 基础的大纲了解的话 题目比较熟的情况之下 扩充一下支持面 考试都是不慌 就是为这个用的 疲劳 以下哪一项啊 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干嘛呢 防止腰部疲劳 在做按摩治疗的时候 大途小艺啊 跟刚才那道题问的 看看几个被选择案 是什么 A叫做什么呀 A 给按摩床消毒 B呢 啊 CRAG schedule 啊 prepare tools acquipment 设备 IQMENT 设备 创建一个设备工具的一个进度表 啊 就是看看用什么 C呢 complete complete an inform Causson 完成一个执行同意书 最后一个 Check the massage table for crack high for the therapist 对 一看上来就看见这个字啊 高度 什么高度 correct 正确的高度 检查一个按摩床 在按摩治疗师的正确的高度 显然这四个选项当中 哪一个是符合这道题的要求 最后一个啊 啊 调整高度来保护我们的 后腰的疲劳度啊 来防止这个我们的腰背部的疲劳 所以啊 这道题其实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道题非常简单 但是呢 说法上有一些我们平时不见的这样的说法 用词跟平常的习惯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在看题的时候呢 不要被他的这个表面现象吓到啊 披个马甲就不认识 所以这道题是个比较典型的 怎么样防止按摩师 腰背部的这个疲劳酸痛啊 首先想一想 床的高度啊 床的高度 至于他是否消毒了啊 他用什么这个设备啊 他欠不欠同一说 跟这个就没有一点关系啊 完全就是梦师来的 好 好 第七 一个应用题 说的挺长 看看给大家能不能下倒啊 他说的是什么事啊 嗯 对 第二句呢 第二句呢 对 直译过来就是感觉异常啊 feeling感觉的什么呀 不平常就是感觉异常 非常好啊 这个就是 这道题的意思 看上去啊 虎假虎卫 字挺多 其实第一句话完全是个废话 啊 第二句话也就是最后一点有点 和这个题目有关系 你干了两年做了几个客人 重要吗 也不重要 他可以给你换成八个客人 对吧 或者做做了一个特别这个 muscle strong的客人 都不所谓啊 都是告诉你他很费力的意思 重要的是他有什么感觉啊 他肌肉疲劳感觉不舒服 啊这是为什么 给了四个选项 那我们看看啊 a lake of the aerobic the exercise 缺乏一个什么呀 有氧 运动 就是健美操 健美运动 就是有氧运动 b呢 seeing too many clients in one day 啊 就是一天啊 看太多客人 就是做了太多客人 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美观摩师是不是 工作量极少啊 去题目说做三个客人 他就不舒服了啊 为什么做三个人 他就认为做了很多了呢 seeing improper massage table high 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按摩床的高度 最后一个呢 叫做啊 一个不合实际的一个边界 显然这道题应该选谁啊 哎 按摩床的高度 这道题的出现啊 也是为了让大家呢 多感受一下啊 题目的变化 其实这道题和前面几道题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问的都是客人不舒服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案是按摩床的高度不合适 但是呢他用了一个不太常见的问法啊 也用了一个不太常见的答法 那给了你这么几个选择 尤其第一个A选择啊 缺乏这个有氧运动 缺乏运动啊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平时很少用这个词啊 好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 我们发现题目问的大致的意思 我们猜到有可能是按摩床的这个高度不合适 造成的这个 在答案当中又有按摩床的高矮的话 我们可以优先考虑 按摩床的高度为首选的答案 当然如果要有时间考虑 我们可以详细去判断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 如果没有时间啊 我们可以首选 这就是一个经验 好 第八 A therapist that has moved a massage table from their home to a treatment location choose the best option for table care before a massage season may begin 这个问题复杂吗 不复杂 问的是什么呀 又搬了一个床过去 是吧 刚才搬了一个了 现在又从家里搬了一个治疗床 只不过他那说的换了一个 对 treatment location 有同学说这是个老板啊 天天搬床的 从家里的往这个按摩治疗室来 就是这么个事儿 就是说了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看看他答案给的是什么 A Apply clean sheet and have rest cover 最后有all of the valve 大家看看这几个选项说的是什么 清洁消毒 对 对 他用没有这个无毒的这个溶液 来消毒这个清洁这个床 实际上最主要就是第一 他说这个床需要清洁一下 b呢 b呢 实际上 hold by hold这一圈 都不是太重要了 啊 就前头 be sure the table is stable 这什么意思啊 哎 对 确认这个桌子是不是稳定 后面就是给你形容了一下啊 这个老板还有点啰嗦啊 给你解释了一下啊 说把这个桌子呀 腿打开啊 看看他是这个晃晃 是不是这个固定 来确保他这个桌子是稳定 这个床 这个按摩床是稳定 c呢 哎 对 提供一个干净床单 和这个头套 high rest cover 就是头套 什么头套 就是我们前头那个 这个 放头的那个 那个 对 困 这个东西 那么最后一个呢 说这三个说的都都有 大家觉得这三个都有吗 哎 都有 都有啊 一般情况下 这考试当中如果要出现这个 all of the above 基本上 就是这个 一项都有啊 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呢 考试当中呢 基本不会出现all of the above 这样的一个选项 啊 所以这道题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的解释 就是告诉大家把这个床啊 摩床 放在这个店里需要注意什么 就三项啊 第一个呢 来做清洁 第二个呢 要检查它是否有冷部 啊 第三个就是要把它换上新床单 好 我们看第九 If a practitioner's table is too high the practitioner is the more likely to fill discount food i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a 好 给大家换了一种问法啊 他说如果这个按摩师啊 感觉这个床啊太高了 table is too high 这个按摩师呢 更容易啊 感觉到不舒服 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啊 给了你四个位置 a neck and shoulder b rest and hand c back and leg 最后一个knees and ankles 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按摩床太高 有可能什么地方不舒服 哎哎 脖子肩板不舒服啊 哎 脖子肩板不舒服 如果有同学说这个题目知识记不住的话 我可以试一试啊 把按摩床调高一点啊 然后一天做个七八个客人试一试啊 看到你哪酸 哎 啊 肩板和这个脖子可能不太舒服 也因为总得端着啊 太高了啊 包括有的这个特别肥胖的 特别strong的这个muscle man过来了 也是啊 本来床不高啊 这个人一上去 就感觉到高了啊 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啊 哎 对 尤其是这个美国客人有的是体壮如牛啊 所以说往这一判 整个是高了 好几十个英尺啊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第十 to mention good body machines when working on clients who are of the practitioner should 哎 哎 为了保持一个好的身体力学 当工作这个客人 一个什么情况的时候 这按摩师需要如何如何 关键词就是我们看哎 要保持一个联好的身体力学 对吧 让自己舒服一点 所以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呀 哎对 按摩窗高度 哎 哎 我们看看叫lord table high to against the addition high leverage 这是说什么啊 lord table high啊 首先一个把这个床降低啊 为了干嘛呢 来加一个高度杠时 首先我们确定降低这个床的高度 我们先确定一点 这床比以前要低一点 更舒服啊 然后 B呢 就 mention the seat table high 不变 高度不变 but watch the tendens to bend at the rest will working 虽然这个 床的这个高度呢 不变 但是呢 要注意 要注意一个 什么呀 咬弯曲的一个姿势啊 你就是什么弯曲啊 你腰弯腰的这个姿势 对吧 也就是我们不调整这个按摩窗 调整自己啊 c呢 就 mention the same table high 就是也是按摩窗高度不变啊 but watch for the tendency to side flex the neck will working 这是什么呀 对 调整这个脖子啊 说也是不变这个床的高度 来调整我们这个脖子 让这个脖子歪一点 最后一个呢 叫rest the table high to gain to gain addition high livers 这是什么呀 对 什么是rest 就是身高 所以这道题啊 实际上一看 为了我们一个好的身体力学 在按摩师做这样的一个客人的时候 我们按摩师应该怎么办啊 一看这道题呢 就很有可能是跟这个 对啊 对 提前提前说我的这个重点啊 好 所以呢 一看到这道题 我们就知道这道题问的是 怎么样调节这个床 调节床 重要看前面 一个是降低床的高度 两个保持床的高度 一个提高床的高度 啊 至于后面就是形容 为什么你要干这件事儿 两个保持自然 不太可能成为正确答案 对吧 那你不用改变的话 这道题问你干什么呢 所以无所谓就是 降低和抬高 降低和抬高 怎么样区分降低和抬高 关键问题来了 你做的一个什么样的高 胖子 一个大胖子 肥胖的客人 所以这个字 如果要是不认识的同学 小伙伴拿出来 把他记一记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 不动如山 像一座山一样趴在那 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 比较体装如牛的一个很大块头的一个客人啊 这个时候 虽然床没有变 但实际的高度被提高了 有的朋友说了 那人家已经趴在床上 你让人下来 我去调床吗 那是实际的操作问题 我们这是测试考试 不考虑那么细节啊 题目出来就是告诉你干嘛呀 床 你实际操作的这个高度被排高了 你要想办法让床降低 就是这么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在很久以前啊 出现过啊 最近好像没有听同学说看见这个题 在差不多一年以前吧 有这道题是考试的时候 说同学说不太清楚啊 说是遇到一个大胖的客人怎么办 怎么调床 也许啊 这道题目啊 考试当中也出现过 有好同学不认识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所以呢 大家注意啊 如果要是出现这个字 这是表示肥胖 好 第十一 我们看一看啊 What is the mean practitioner set up the table high create the schedule prepare tools equipment to fix the work 又来了啊 什么呀 什么是一个意义 干嘛呢 来设置按摩窗高度 来创建这个 我们的这个工具的日常 来 改变我们的这个工作 来适应我们这个工作 说了一个很专业的词啊 创建我们这个工工具的这个日常的这个 呃 这个情况 这个设备 调整这个设备 来适应我们这个工作 实际上重点就是什么呀 设置按摩床的高度 那一看到这儿 我们就下头就知道 哦 他就是干什么 就是为了让我们工作舒服点 给了四个答案 我们看看这个答案方向是什么 A 啊 canthology B pathology C ergonomic D moment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运动精通学 这是什么 病理学 C 是什么 哎 人体工程学最后一个移动啊 在这四个当中肯定是人体工程学是对的啊 为什么 因为人体工程学就是来代替 代替什么呀 啊 这里没有啊 一个这个body machine 对吧 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大家通过这道题也记住了啊 就是调整按摩床高度啊 他有可能会用这个词 叫人体工程学 好 1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cause of the lower back pain in practitioners 这个 你像哪一个原因导致了什么呀 腰疼 关于按摩师的腰疼 分别 master table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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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to啊 不用说了 这按摩床太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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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最后四个字 low small bit high 哪一个导致腰疼 太low了啊 too low 太低了 按摩床太低导致腰疼 如果要是他说 neck and shoulder pain 那就是谁啊 也too high 太高了 所以大家这种题啊 千万别背 这种题一定要注意看 他问的到底是什么 答案都不再给你换 位置啊 就上面稍稍给你改一个字 底下就完全换地方 正确答案就改了 所以这种题千万不要去背这个答案 啊 一看到答案当中有四个table is to 一次做一次做什么 我就选这个low吧 不行 这样千万可不行啊 一定要看题目当中 什么原因导致了 什么地方的难受啊 腰疼 腰疼才是太low了 好 今天的最后一个例题啊 你说什么 对于以下的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 疾病 这个按摩师需要一个特殊的 什么呀 消毒这个按摩床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 这个按摩床啊 对以下四个疾病 哪一个疾病需要消毒 好 上台说B 那A是什么 A是肌腱炎 B是什么呀 乙肝 C呢 对非常好啊 白电风 最后一个 一切病牛皮选啊 上来就回答这个B选项 我没有问你哪个意思正确啊 这道题的关键就是看看大家认不认识这四个字 那果然有不认识啊 好 能都答出来的 非常棒啊 这些词还没有忘记啊 一定要把这些病理的词要记得牢牢的啊 考试才不能出错 肌腱炎 白电风 牛皮选啊 这些都不是传染病 唯一有一个这个乙肝是有传染性的 所以 它才是消毒按摩床的一个原因 但是不仅限于这个原因啊 只是在这道题当中 是因为一定有传染病 所以我们才消毒这个 或者啊 它有其他的一些变形 比如说 他说防止啊 一个感染 infection 你要消毒这个按摩床 还是这四单 还是选这个乙肝 对不对 因为有传染性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乙肝 那么至于这个乙肝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啊 就是有的时候 考试会问你什么呀 这个肝炎 肝炎的前缀 ABCD是一个啊 A肝炎 B肝炎 C肝炎 对吧 有很多同学说 考试当中就是没有炭啊 就只有ABCD啊 我想了半天 哦知道了 你说人问的是哪一个肝炎的类型 另外呢 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肝炎的前缀 HEPAT HEPAT 肝炎的前缀 这是肝炎 包括一些常见的词的这个前缀 比如说肌肉的前缀 大家知道是什么 肌肉的前缀实际上不是MU 是MY 肌肉前缀是MY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都介绍到这里 大家晚安 明天见